与SF46界分组的提供 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 万众逐步的偶像人气总决选 将隆重拉开门幕 从今天到7月19日 总决选演唱会期间都欢迎您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我们的总决选活动 那么说到此次冠名乡Live直播 在此我们首先要衷心地感谢冠名乡Live直播APP 对本届总决选的大力支持 同时我们的成员们也将陆续入驻到Live直播 通过直播间与大家实时的互动 Live直播是巴士在线旗下移动视频社交的全民直播平台 通过与公司自有公交大屏资源 CCTV移动传媒联动 形成双屏联动 迅速覆盖国内25省市主流城市 触达一体更交领域 全民直播内容为往 Live直播从网声踪迹 音乐影视 明星活动 网红主播等多方面多维度 纵身挖掘大招 优质网红主播 那么今天的总决选启动仪式将会通过 咪咕音乐乐和Live直播 口袋48进行全程的直播 后续的SNH4届第四届总决选演讲会 大家也可以通过咪咕音乐观看 所以今天没能到现场的朋友也不觉得遗憾 因为通过我们的直播平台 一样可以参与到今天的总决选的其中模式当中 希望大家多多快足够 那么咪咕音乐也作为我们的独家战略音乐活动台 不仅是本次总决选的系列活动 会和咪咕音乐有深度的活动 接下来在咪咕音乐上面可以听到 我们最新的歌曲以及更多的独家资讯 同时在这里还要为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携手行业领先者招商银行 2016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 Top3成员的绝境一一红黄婷婷专属的 年龄借记卡和年龄信用卡正式发行了 拍卡的礼品也是相当的具有优惑力的 对的 大家现在看到我手上的这两张卡了吗 这是SX多变和招商银行 共同发行的年龄借记卡和信用卡了 我很荣幸你能够成为第一币卡片的成员 卡片非常精美 今天开始连留信用卡 已经可以申请办理了 希望大家多多去办理 另外呢通过我们的招商银行的掌上生活APD 也可以看到本次启动仪式的直播 好了那么在此请允许我正式宣布 我心好想SNH48 Group 第四届偶像年度人气总决选启动仪式 正式开始 谢谢大家 感觉总决选已经到了第四年度了 觉得过去不绝 感觉去年的总决选才过去不久 马上经过一个多月 又要开始我们的第四届总决选了 时间也是过得很快 那一年一度的总决选作为SNH48 Group 年度最有意义和最盛大的活动 为了给粉丝一个难忘的狂欢之年 除了精心准备我们的总决选的演唱会 我们在总决选之前呢 也将会进行很多的预热活动和准备 对的像今年的夏日一例 夏日柠檬船一样 是由SNH48 Group32名选择成员远赴澳大利亚悉尼拍摄的 而今天呢我们的成员也就在这个启动仪式上 为我们带来陈三尺的首次现场披露 好 我听到有粉丝已经非常发出了这种期待的欢呼声 哇 真的非常期待呢 那么这个每年呢 也不期待吗 期待 对的就是要这样期待嘛 对吧 很期待啊 虽然这次李依同呢 是没有参加这个MD的拍摄 对的 大家也很期待下次李依同 你参与这个拍摄 好了那每一年的这个夏日一批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整个团体一个量身定制的一首歌曲 制作精良的MV 同时呢 每年我们的总决选所用的投票券 都是通过这张夏日一批来获得的 而它的发行呢 也意味着偶像年度人期总决选 是打开了正式的帷幕 对的 这次的EP真的非常的棒 因为它目前收入了海内外鼎级音乐制作团队 精心打造的14首音乐作品 也有海外顶尖的编舞团队 对了一首歌良心打造的领导 而且下面这次夏日迷宝传的MV 成员们首次尝试了海盗的造型 而且剧情方面也是一个在点反转的故事 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对象比一体而失望的 我相信有些朋友已经通过我们的在线的平台 看到了很多这个我们的MV一遍一遍的丑况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要在舞台上来为大家表演了 所以我相信现在大家也跟我一样发现很期待的心情 让我们一起用掌声来邀请 我们的夏日迷宝传的神员登场 为大家带来这首表演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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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3.0 1.0 3.0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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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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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爱是不是 远走过你这一圈 告诉我哪里才有最 人情美丽的小天 天蓝的让人沉醉 满月白对冬天 快带着我们去冒险 我听说地不尽头 有个地方运势有绝 黄色的屏幕是想像 穿着夏夜的桑田 那还冷晒的又黑 你还害羞的脸 好想到哪里去冒险 相遇的眼神的脸 好想未知的时间 整个回来就像定住的星期 喔喔喔 穿了所有的皮肩 你也穿了很多的冒险 画出处理青春的小天 哪里去冒险 但难睡 是谁 传统的传统的新鲜 传统的优传 传统的优传 传统的优优 传统的清晨的夏天 是向我们许下的誓言 优优独的优优 优优独的优优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表演 对 看着也是血脉平章 对的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成员 优优独的优优 大家是不是也感受到 来自夏天这种清爽的气息呢 对 那个说起来啊 我们才也说过 你之前也有在赛班参加过一首 泳装MV的拍摄有什么样的 那都是我年轻时候的事情 现在长大了 对 现在已经成熟了 长大了 那你以前有没有一些趣事 拍摄泳装MV的时候 和普通MV会有什么一样的 会有 就是一开始穿上泳装很害羞 但是在海边 久而久就觉得非常轻松 非常放飞 对 因为晒黑了 也不害羞 听到那句歌词里 有什么晒内 我还说是什么歌词 但是 晒黑的歌词 所以晒黑的皮肤 有一个夏天的一种印象嘛 也挺好的 那其实我觉得大家 其实跟我们也是一样的 对这个泳装MV 不仅是做动分身 对它的幕后的一些化学 肯定也是有点兴趣 是的 大家就很期待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把刚才这些成员当中的代表 请到台上来 来跟他们聊一聊 这首MV 和我们的其他MV的首次一样 有没有趣事呢 好的 那让我们有请 穆罕 刘俊然 谢依依 孙瑞 何晓玉 刘增燕 邵雪葱 有请 好的 先有请我们的成员 先逐个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SH4C 进行X2的刘增燕 掌声在哪里 欢迎订阅 欧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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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大家好 我是SH4C 48 天文2的何晓玉 欧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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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H4C 欧照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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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SN14.TiumH2的柏韓 柏韓 大家好 我是SN14 TeamH2的柳妖然 柳妖然 大家好 我是SN14 TeamH2的柳妖然 柳妖然 超远的狗 大家好,我是S.S.Porty TMS2的孫瑞,謝謝大家 孫瑞 孫瑞 謝謝你 希望剛才像他一樣的命 剛才我們也說到了 夏日永通單 一曬,感覺曬黑的時候更健康了 但是站在台上好像還是比一同是 這個比較出類吧 什麼意思 我們要問問他們好不好 在這次我們剛才的拍攝當中有沒有遇到什麼事情 先從跟你的那個隊友好的,何曬玉開銷 好的,那曬玉來講一下 你在拍攝永通單的時候遇到了什麼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印象深刻的事情啊 我覺得就是這次夏日的船 是我們四個團連合一起拍的FV 連合一起拍的FV 就不要再笑笑不同話了好嗎 咱們是同隊的好嗎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然後四個團團一起拍的嘛 就特別開心 認識了很多可愛的小後輩 這就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了嗎 對啊,印象最深刻的小後輩是誰呢 有那麼多的,你就想說匆匆 為什麼 匆匆挺可愛的 因為這個應該是劇情嘛 有一段是我跟他兩個人嚇了 就是嚇要 嚇要 對啊,然後呢 然後把你們給摸給 對啊,然後下車感情來了 你們的感情來的是突然 好的 我們問一下那個吃過藥的波海 你是吃藥的嗎 我可能沒有吃喝了一點吧 喝了一點 對 你感覺怎麼樣這次的拍攝 這次的拍攝 我覺得重點是這個MV的劇情 你們有好好看過嗎 就是一個兩方海盜嘛 互相算計對方的財產 最後呢 就看誰扮豬吃老虎可以贏到最後 最後的結果證明呢 薑還是老的辣 啊 對 居然有人來說 你們這群老辣肉居然敢謀害我們的小鮮肉 就為他們打爆不平 其實我們也很鮮啊 你覺得呢 好,這個是莫凡的感受啊 在總絕選啟動儀式的現場 這麼聊 我覺得 好尬喔 好激烈啊 趕緊的總絕選 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來抱你們激烈的料 孫瑞啊 這次拍攝的人就有這麼多 你就沒有一點什麼比較 有衝擊性的東西跟我們分享嗎 就是我講兩件有趣的是吧 就是我們當時住在那個唐人街嘛 然後唐人街 結果我們有一次晚上拍攝很晚很晚 然後我默默、武哲還有樂樂 我們四個 有默默嗎 余震 余震我們四個 我們四個呢就找了一家烤肉店 等一下你們去烤肉店不帶上我 沒有你那天肯定是 反正你那天 我可能很開心 帶上你就是 你是烤肉 對 然後我們找到了一家烤肉自助餐 然後結果 那個老闆真的是一個東北人 特別熱情 然後我想東北人老鄉啊 然後就跟他聊得特別好 然後他當時說 我們這個自助烤肉很便宜 八十塊一個人 我們想八十塊可以啊 然後我們就八十塊錢 結果結帳的時候發現是澳 澳大利亞人 對 就慘了 然後這就是第一個有趣 第二有趣就是 我們特別想看那個袋鼠 然後結果一直都沒看到 結果在拍攝場地 突然間在遠處的一個草蟲子 草 草 草 然後看到了一隻袋鼠 然後當時默默特別特別高興 哇 袋鼠 袋鼠 結果發現走進了一坦 是一個木板 是一個裝飾品而已 對 對 我以為他跑過去嚇一跳 又要說八十二年 對 那就是太刺激了 那謝地呢 你有什麼別的有趣的事情嗎 因為那個拍攝需要 然後我們吃了一個就是 非常空曠的那種大草蟲 就是海盜的跳舞的時候 就因為特別遠特別大 然後根本沒有信號 像我平時這種試手機 網影上 對 平時可能呢 大家會期待我們 每天去都要發微博 每天發九宮格 但是發現大家都沒有發過 為什麼呢 因為根本沒有信號 不能玩 然後最後拍攝 非常結束的時候 可能已經要車上睡著了 可是發現突然有信號了 那不行 現在必須抓著直接玩手機 所以你是很喜歡自拍的 但是你比起你們隊友 劉忠然這種自拍達人來說 你們比較遜色一點 那劉忠然有什麼印象嗎 我覺得這次拍攝了 首先他的不同是 拍攝一點不同 給你之前的 你叫他不是說拍攝年份不一樣嗎 對 年份不一樣 拍攝的 最主要的還是人數吧 就之前我都是 兩年都是24個人 然後今年32個人 我覺得24個人已經很龐大了 32個人真的我們走在一起 浩浩蕩蕩的 活動率特別高 對 然後呢 就是 而且前兩期 前兩支MV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 滿先的人 就是覺得自己還是一個 後輩吧 才是 但是只有Coco這一期 是最年輕的 今年呢 我覺得這裡面 自然是很老的 一個S 兩個N 不是 一個一期 兩個還有五折 對 五折 反正就除了幾個之外 我就是 特別老的 所以 這次特別很有成就感 感覺後面這個小後輩 對 那剛才我們前面之前就說過 那個 認識小後輩裡面 何曉鈺比較認像是 真的是聰聰 是要牛聰聰的感受怎麼樣 聰聰 你是不是和她有什麼私下 沒有沒有 不為認識的 我覺得她剛剛說的 她不是牛聰聰 對啊 對吧 原來是 當時是小鈺前輩還有牛聰聰嘛 然後他們是對著我和莫莫兩個人 在那裡一下 要把我們兩個迷暈了 對 所以她應該和牛聰聰的感情比較深 所以她是 聰聰還是女聰聰嗎 都是 都是 我都喜歡 我都喜歡 你和剛才那個喊的那個粉絲差不多 都喜歡 你知道嗎 你好啊 然後 我還聽說她們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據說我們成員不光在那邊拍MV 還有成員在那邊打工 打了兩份拱 你知道嗎 白天拍MV 晚上在街頭 賣槍 哦 我看到了 有沒有 當時是我們去那邊的華人街吃飯 然後吃完飯之後 在三位的時候 就碰到了那邊街頭的一個 街頭表演者 藝人 對 然後她一來就唱了一首中舞歌 在那種他鄉 聽到自己家鄉歌 覺得特別的那種親切 對吧 然後我們就停下來聽她唱歌 然後她看我們好像也是中國人 就說 欸 各位要不要上來唱一唱詩詩 然後我們一樣上去 像去年這個時候也在鐵頭錄影一樣 然後上去唱了一首 唱了幾首 其中還有我們 那些人去弄演歌曲 哦 其實我聽到的版本不是這樣的 哦 不是嗎 我聽到的版本是那個 賣藝的那個音樂家自己發的微博 他說 我在這裡唱了好幾年 從來沒有人看 這兩個人跑過來一場全是 我很開心 我很滿意 他們走了 人也走了 被人生感到的懷疑一瞬間 這也說明了我們這個48的這個團體啊 人氣現在真的是很旺 對 那其實呢 今天除了我們請到夏日檸檬船的這些成員 到現場我們表演以外呢 我們的北京廣州瀋陽分團的成員 也為我們今天的總決選起動儀式 準備了特別的表演 那麼接下來 我們就要用熱烈的掌聲 來有請他們登場我們獻出今天的表演 有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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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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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光不悔的那雙龍靈靈的眼睛 我們都想著 到時候到時候 我們一起去完成 我們的夜景 別愛你吧 隨時懂我嗎 重生愛的恐懼 吸引你的腦筆 要回到地區 溫暖的減光 突破你掌揭 藍色的小目的 藍色的春白分空 放下了你的風景 煙花紅的明朗 剩下你的眼睛 我們都想著 共生共生 一起一起去完成 我們的夜景 打破你 三角 第一次 你都想著 開我 從來 你都想著 開我 平安 聽說 花紅的花紅的花園 你都想著 開我 天啊 你都想著 開我 天啊 我都想著 開我 天啊 我都想著 開我 天啊 你都想著 開我 天啊 真正的世界都很 earbuds音的 不需要再重新飛走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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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